而且他很厭惡 因為爸爸這樣喝酒 可是人就會重複那個 你厭惡的模式 妳現在喝不喝還是喝 雖然很少喝 可是 一喝就要喝到滿為止對不對 沒有沒有 不敢了 現在不敢了 可是重點是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 就是為什麼 明明就是 比方說我媽媽曾經這樣 當然我媽媽現在很好 可是我爸爸曾經這樣 然後我這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 覺得自己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我跑去看醫生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 掛不到台大 我知道就是要到國泰醫院去看 然後 你也知道那種門診 其實能夠深痰的不多 對 所以他就要你的 比方說家母這樣 他就會問說 那 我說 我覺得我可能有 就是喝酒的問題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爸喝不喝 所以我爸喝 而且很嚴重的喝 你媽媽喝不喝 我媽以前也喝 也喝很大的 他說 那你有沒有兄弟姐妹 我說我有一個哥哥 他說那你哥呢 我說 我哥現在是 長期的聚在精神堂面裡面 因為我哥是 那種情感性精神分裂 而且可能被爸爸一直叫你家跑過後 男生比較 而且我哥哥更內向 更那個 然後 他 我哥講完 我哥就覺得哥哥更可憐 我就不知道 哪有 我哥講 講完我哥之後 他就覺得 你知不知道你很危險 我說 那你覺得我為什麼來找你 就是 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 對 有很多事情 可能是因為 一開始的加害人 或許是父母 可是當你 長大之後 你的加害人是 自己 你自己加害自己 甚至還加害於社會 我覺得那是 所以 小肥 你要做 我陪你 有啊 我很努力在做 要做 可是 因為你內心有很多的東西 沒有挖起來 而且 我其實不 今天雖然是講的 黃小妹妹是很小 她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你別看她這樣長大了 因為她小時候 她沒有接受到 正確的家的教育 跟家的愛 所以她現在 她其實在內心深處 她還是那個小肥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那個母愛就起來了 雖然沒有 就可能生不了她 但是 就很想幫 就是你 你一定要用後面的人生 來勇敢的去 當然這個過程是很長 你搞不好 終極一生 你都要因為這一段 成長的過程 所背負的這種陰影 你要一點一點的去去除 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 它內化到你的內在 包含冰冰姐 小時候也受虐啊 可是 所以我想講的是 你 我們現在都活在 你怎麼爬過來 我們都活在那種 螢光幕 或是美光燈 或是新聞 放大鏡底下 在生活的 我相信 包括今天所有的 黃小妹妹的家長 或者是所有的社會人 包括公眾人物 包括政治人物 我都覺得 現在要畢業季了 很多社會新鮮人會出來 這些新鮮人 他們都不用經過修煉 他們就是真人了 因為他們很真 反而我最經過修煉的 我會變成假人 所以我一直在不斷的 為自己 鼓勵自己 一定要保持到那個真 在親殖教育的行駛這裡面 我想醫院也經常接到這種 受虐的這種小孩 至少就是說現在 像以前小培他們的時代 除非老師主動幫忙 還好你的 你的大媽媽 就是你那個阿姨 阿倫非常好 展開一個逃亡計劃 你們才整個的離開 對不對 我最下去真的不知道 你會哪一天那個一棒就夯死了 你哥哥付出一輩子的代價 對 還在療養院 還在療養院 而且我現在看到 到現在還在療養院 那個美人 我是覺得他是 沒有去療養院而已 他長期以前前一陣子 你用酒在麻醉你自己 我就說我是一個很危險的人 你自己在害你自己 不行 可是因為我要照顧我的家人嘛 所以其實那個衝突很大 你不要說你說這個世界上不可能 台灣真的還沒有辦法 台灣真的還沒有辦法 就斷動了 今天我弄出嫌 台灣真的就是嫌 沒得 我很久之前有說 我在酒店打工的那個新聞 對 那時候還SNG弄得很誇張 我想說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怎麼會就在打工嘛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是我第一次 真的可以放下我心裡面 對我媽媽的那一塊 不解嗎 不原諒啊 那一種困惑 因為其實我打工的地方 對我在Piano Bar打工 可是因為我媽媽也是做 迷子修拜 就是做像這樣的 開酒店 對啊 或者是喝酒的地方 所以這是 我反而覺得是有高層在監督 你也不可能使壞或什麼 我覺得我只是做一個 阿努拜頭的工作 可是社會 哇 我才知道原來社會這樣看我 而當我媽媽面對著鏡頭跟社會大眾道歉的時候 我覺得我媽媽某一部分的 她自己也原諒了自己 因為其實我媽也是很ㄍㄧㄥ的一個人 她經由做我 超ㄍㄧㄥ的 然後很多事也不講 那我也不會表達說 比方說跟她說我真的很愛她 或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需要聊一下 沒有 其實我很幸運 就是永遠有社會在我之間來檢查我們這樣 然後給我們機會 那當然也鑄成了我做的那一件 這麼嚴重的錯誤 我覺得都有可能 可是已經不可考 就像 黃小妹她爸爸這樣對她 我相信她還是一個高知識分子 對 所以她一定有她情緒上面的問題 可是她也沒有出口 對 然後偏偏媽媽去上香的時候 阿呦 外人街頭怎麼知道這樣 那已經有人跟她講 就是要求小燕回來 她還是把她往下丟 那時候我的心是 撐到 心的最低 是神作比較重要 還是孫子比較重要 心是要有人來扶 我們才變心 所以我們人心要給我們保佑 但是媽媽 你的心裡的深處 我現在是對她也有疑 你要的到底是什麼 好嗎 好嗎 謝謝 謝謝